最理挑灯看见 孟茴吹脚连营 八百里奋挥下至 武士仙藩赛来生 沙场秋点兵 马坐狄龙飞快 功如霹雳仙京 了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人跟我说点闲话 郭老师您上网了吗 有帖子说您如何如何 您怎么不反驳呢 我说这个玩意不能反驳呀 一反驳又有新故事创作出来了 网上有句话呀 造谣一张嘴 跑断腿 谣言这个玩意儿 它肯定比事实听起来刺激 全是狗血八卦 那可不传得快呢 那玩意儿 怎么面对谣言呢 说实话 这个玩意儿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给您举个例子 宋朝有一个狄青 大伙子 大伙您知道吧 包龙徒 包的人的同事 后世 有他称为 吴曲星 这么大能力 还都没招 不只是没招 这一代名将 最后是活活 让同行给排挤啊 也不能说同行 同事吧 同事排挤 加上谣言逼迫 活活的 憋屈死了 这个狄青的官家 是宋仁宗 宋朝的皇上 叫官家 这位大伙就更熟了 就是狸猫 换太子里边 那个狸猫啊 换的那太子 老话说嘛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小时候这么一通折腾 长大之后 宋仁宗是特别的争气 整个宋朝历史上 在位最长的一个官家 德智提美劳 全面发展 可以说是个五人皇帝 五人的 他就比斗杀的要强啊 老正明天 宋仁宗批奏哲 刚看了没几行字 眉头就皱起来了 怎么了 又有这个检官上书 让他赶紧把狸青 从中央官员的队伍里 开除出去 好 这一个月都好几回了 那么狸青是怎么进入朝堂的呢 这个是一部励志的小说 狸青是山西分州人 那是地地道道的寒门底层 十几岁的时候跟人打架 让官府抓了 这个刑罚是赐配充军 就当兵去 当时的朝廷是跟西夏打仗 西夏人好斗 特别难打 狸青从入伍以来 从这个低级的骑兵开始 一刀一枪的拼杀 官机也是一路上掌 打到最后 西夏人听见他名字就脑袋疼 他脸上他不是刺着字吗 之前发配啊 所以他给自个儿打了一个铜的面具 据说啊 刺牙咧嘴 面目猙獰 一上战场就戴上 也不戴头盔 劈头散伐 有一次啊 这个打仗 打到身中数箭 听说那边又有一波那个西夏兵 他骑着马就追 好这一路 鲜血淋漓 没把西夏人吓坏了 这是人这是鬼啊 就咱们这 拼了十几年的命 终于成了军中险 过意败了大将 军队里边 没有不服气 他不是说脸上有刺字吗 搁着百姓里边 您觉得 这人犯过事 不是个好人 但放在军队里边 好家伙 成了独有的 励志的符号 人们都称呼为 叫灭捏将军 灭捏那个捏 就是捏盘的那个捏 意思就是 脸上有疤 宋仁宗是 很喜欢狄青的 爱的 步步高升 安排着上朝 上那上班去吧 入了朝了 这可了不得 这个宋朝是一个重文义武的朝代 因为他们这个开国的皇帝啊 赵黄印 自己就是武将 咱都知道吗 陈桥兵变才做了江山 所以 历代的皇帝 都非常的这个 往心里去 提防着武将掌权 就怕再活出一个活祖宗啊 那么狄青当了朝廷大官这件事情 既是人生的高光时刻 也是人生走向悲剧的开始 到了京城之后的狄青啊 受到了筑城这个兵将还有百姓们 那很欢迎啊 整个京城都在传这位 面捏将军的各种事迹 真真假假 天油加醋 这会儿全是好话 声望超天 这一下就坏了 一个人呢 他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 这个正常 那狄青 那士兵啊 老百姓喜欢的不行不行 但是呢 就有人不喜欢了 糟糕的是 不喜欢他的人 人数虽说不多 但是一当万 谁呢 哎 就是文官 宋朝的文官是什么地位呢 咱这么说 一句话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整个文人士大夫集团相当于皇上 一字并监王啊 士大夫们内部肯定也是没了 搞了那个争斗 但是需要一致对外的时候 人家可是铁板一块 现在一致对外这个外 外就是狄青 哎 最大狄青来了京城 宋伦宗预案上 这个奏折 就没听过 一打开就头疼 啊 都是排挤狄青的 这帮人什么心理呢 还那简单呢 那就是瞧不起呗 一个武将 莽夫之辈 登堂入室 跟我们一块上班 这是一种耻辱 士可人 士大夫们不可人 就这么简单 奏折一封连一封 宋仁宋看 老人都疼 都是没影的事 可是天天一封一封信 地上也不能搏回去 这说好了吗 跟人家士大夫共治天下 正闹心 哎 来机会了 广西那边 又有乱子 一个少数民族 造反自立 都打到大宋地盘了 当地的将领 是久战不下 越打越乱 这回狄青呢 不等官家张嘴 自个儿 上表请战 宋仁宗高兴坏了 太好了 两全其美 哎呀 将军哪 赶紧去吧 朝中的文官集团 也松口气 这就对了 干嘛干嘛去 一届五夫 跟我们一块上班啊 走吧 这一走 没有几个月 哎 这前线的消息传回来了 说结束了 大户全胜 宋仁宗大喜过望 文官们傻了 啊 结束了 这 这 这就要回来了 哎 狄青又一次得胜还仇 把皇上高兴坏了 直锁手 你看 又给高生 不光是升官 还给狄青啊 在京城 置办了大宅子 可以说 恩宠无双 这个狄青这人呢 你想这前半辈子成天的 在死人堆里打滚 从来这个身边呢 都是那些个 行武之人 啊 你说他性情啊 做事啊 做派 不可能跟文人士大夫似的 天天上朝跟人见面 气质上就是有区别 可是你要非得说 天差地别也不会 因为虽然出身寒威 但不算粗人 他得过 范仲淹的提携教诲 是个文武兼修的大将 尽管肚子里有墨水 可是狄青这人墨水 在文官们看 不值一提 也就是一个识字的匹夫吧 每天狄青上朝的时候 难受 这帮文官 没有拿正眼瞧 开始呢 狄青还忍着 还跟大伙搭个话呢 张大人走 又里的人 迟早点了吗 人家那反正 鼻子眼里边 拉帮结伙的 走了 给他撂着了 你说能不苦闷吗 一苦闷呢 就想啊 多上军营里边走一走 熟悉啊 去了那亲切 哪些个兵族将士 看见他高兴 跟他在朝堂上的感受 是冰火两重天 那么一来二去呢 京城里就开始有些个 没头没尾 没影子的谣言了 谣言这个东西 古代也叫鹅眼 那就是鹅人碰瓷 那个鹅 历朝历代 都是严厉管控 可是人嘴两张皮 那管不过来 哎 就有人传出来 说这个 狄青这个人呢 在兵营里边 说一波二 京城的兵 只认狄青 不认皇上 哼 再后来啊 就邪乎了 说狄青啊 正造反了 开始策划了 他们家的狗啊 都要升天了 头上都长鸡叫了 狗长鸡叫这事 你说谁能信呢 是不是 但是 对于说那些文官来说 看狄青不顺眼的这些位 哎信不信的不要紧 这是个把柄 可以拿来当小刀子用 就把奏折递上去了 宋仁宗之作压花子 这玩狗长鸡就 这叫什么事 就算长了 狄青什么呀 就算有异心 也是狗有异心呢 是不是 哎 这事呢 慢慢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狄青也搂不住火 有一回酒桌上 这嘴啊 没把门的 指名道姓 就说一个文官 这文官曾经羞辱过他 他问人家 你不就是中了个进士 完了 这句话 让人逮着 你不就是中了个进士 这个进士是什么呢 那是宋朝科举考试 考到最高等级的人 这话一说出来 士大夫们群情济奔 那时候他是没有什么 没网络呀 要不然这帮人好家伙 得写住手公众号 骂街啊 微信群里能把出话的 虽然 没有互联网这种手段 但是造谣传谣这种事 从来不受限于传播条件 很快 狄青家又出事了 这回邪乎了 说狄青黄袍加深 这个告密信告到宋仁宗这 宋仁宗也吓一笑 真要造反了 在哪起兵了 那么说这个事情起因呢 这年黄河决堤 洪水冲到京城 狄青家里边呢 地势低 搬出去避水 搬哪去呢 搬向国寺 他自个儿住大殿上 有人说 他在大殿前面溜达 穿了一件黄色的袍子 这是黄袍加深 黄袍加深 这个典故 这是赵狂印陈桥兵变的时候 他部下给他拿黄袍配上来 造反嘛 这是天大的忌讳 狄青这回自己跑来了 哎呦 见着皇上 跪了地上都快哭出来了 太冤枉人了 也能把人吓死 要不说这玩三人成虎呢 摇眼他比石化跑得快 啊 本来京城老百姓就挺爱这个狄青的 啊 这就狗掌机 就又黄袍加深 呢 大伙就互相传吧 传来传去 啊 越说越厉害了 啊 狄青一听吓坏了 主动来哭诉 原来呢 这个大县国寺里住了不少 这个必灾的人 狄青一看这些个老百姓乱乱哄哄的 他是行军打仗 安排兵营习惯了 一着急 他就站在那指挥大伙 那天也没留神 自个儿那家家傲啊 也不知的是光照的呀 还是怎么着啊 反正可能接近于黄严肃 跑这开始就一额传额了 苏仁宗一听这何情何理啊 那你回去吧 就回去了 可这个紧跟着大水的事 刚过去没多久 说大火又来了 这回来报告的是京城的官 说狄青他们家有诡异的火情 宋仁宗时期京城是非常的繁华 人口稠密 住的挺挤 就怕起火 所以当时的消防制度是很严格 家家户户 要是院子里烧个纸钱什么的 都得提前报备 这样官府就留神了 这天是狄青家里边烧纸祭祖 就把报备这茬呢 给忘了 哎 不管是因为什么吧 哎 反正是没报备 那个纸钱一烧 周围老百姓吓坏了 拿盆网网一瞧 着火了 着火了 官差跑来救火 一瞧没有啊 烧完了 才知道烧纸 京城的官员上奏一本 其实这个事跟前面事也差不太多 可是凡事讲就事不过分 京城的官那是师大夫集团 奏折上说的就难听了 说事情虽然不大 啊 事你看不大 但是影响恶劣 先是大火冲天 然后七巧消失 这几天民间传的沸沸扬扬 说狄青家有翼照天象 可能说是天神下凡 所以这个狄青是个神仙 这叫什么呀 这叫阴阳怪气 其他的文官早就得了信 哦 这一把咱们全军出击 呼啦啦全来了 有引经据典的 说前朝哪个皇上 他当时是如何如何 造反 现在也是先招火 后来莫名其妙的灭了 这个是恶兆啊 有那个敲鞭鼓的 对 激青他们家 激青烧纸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也穿着黄袍啊 这是点给皇上 什么天象啊 义兆啊 就算以前都是大事 索仁宗也心里去打鼓 文官集团的杀手锏 这时候出来了 谁呀 欧阳修 泱泱沙沙 写了一个奏章 索仁宗一看 写的貌似啊 中立中肯 说狄青肯定是忠臣 但是呢 谣言太多了 官家再不决断 恐怕对他也不利 他没干什么错事 只是不适合在京城当官 您不如为了朝中的大局 也为了他 让他上地方上 这话说的呢 四平八稳 又透了那么骨子别扭 什么叫没错 但是不适合在京城呢 送仁宗至此 也没有办法收拾这个烂摊子 再耽误 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顺水催舟 把狄青降职 到陈州 当地方官 这个狄青呢 就是一路让这些个捕风捉影的谣言 推着 从高台上 愣给推下来 到陈州没多久 经济事都散了 生了一个疮 硬是把命给要了 死的时候 才49岁 可见呢 造谣毁人这种事 自古以来就是无解的难题 就算你清清白白 也极有可能被拔下几层脾气 狄青是毁于谣言吗 哎 这个玩意儿 谣言也是人编的人传的 他呀 他是毁在人心上 辟谣的好办法 我是真没有 只能跟大伙互相劝谨 起码咱们自己呢 不造谣 不信谣 不传谣 做到这个份上 总可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